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24名中国海军学员参加了诺曼迪登陆战役 他们不畏艰险英勇善战 受到丘吉尔首相嘉奖 1937年底 28岁的英国青年学者林迈克 由加拿大乘船前往中国任教 同船的还有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球恩 后来林迈克也成为了一位白球恩式的人物 中国抗战期间 林迈克利用自己作为外籍人士的特殊身份 为根据地购买和运送了大量药品 以及无线电通讯器材 八年抗战中 他一直通过报刊 外交途径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 写了大量介绍根据地人民 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文章 至今在英美档案馆里 还保存着大量他当时的文字材料 今年初 英国护士克罗斯在非洲从事志愿服务时 不幸感染埃博拉病毒 中方应英方请求迅速做出特殊安排 将最新研制的药剂紧急送到英方手中 克罗斯因此战胜病毒 2015年3月27号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 英国护士克罗斯经过中国抗埃博拉药物 MIL-77治疗后 在被确认已经没有病毒之后出院 此前他在伦敦皇家自由医院接受治疗 他是世界上第一名接受中国制造的实验性药物 MIL-77治疗的患者 远方表示他们是在非常谨慎的考虑下 选择使用这个实验性的药物 迈克贝茨勋爵 现任英国内政部国务大臣 书密院顾问官 今年7月 他和夫人从北京出发 历时71天 总行程1701公里 从夏天走到了秋天 最终抵达浙江杭州 迈克贝茨把这次图顾中国的活动 定义为为和平行走 今年是首届中英文化交流年 也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 希望以实际行动来推动和平 提醒人民记住那场可怕的战争 记住战争带来的可怕后果 71天的行走绝非易事 在这其中 迈克贝茨经历了 酷热高温 纹虫冰咬 水土不服 满脚水泡等困境 但徒步也是收获爱心的过程 71天的行程 贝茨夫妇募得了 50万元人民币捐款 他们将募集到的善款 捐赠给了徒步沿途 所访问过的中国红十字会 关爱抗战老军人行动项目等